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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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ime Me X 又回到和大家看看優越第一天 上集說到 一個叫裴泰震的男人綁架了壽雅 這個男人就是威脅李浩哲找出兇手的幕後元兇 因為李浩哲沒有按裴泰震的意思行動 而是和保安聯手 裴泰震又要警效遊,打死了保安 李浩哲走投無路之下 終於妥協為裴泰震找出Rich Girl殺人事件的兇手 但李浩哲就看出要求 他會知道自己的女兒受牙是安全才可以安心找出兇手 得知受牙安全之後 裴泰震就把手上的線索告訴李浩哲 甚至細密的李浩哲經過腦裏一番排查 確定嫌疑人就是自己的女兒的畫畫老師,權氏語 Rich Girl殺人案的調查 仍然在李浩哲鎖住的屋院進行 警方去到畫畫老師兼李浩哲的鄰居權氏語家進行調查 但警方在和權氏語進行交談的期間 慢慢發現到他不尋常的地方 與此同時,保安的屍體被人發現 因為李浩哲最後是和保安通話的人 所以理所當然,他就被鎖定為嫌疑人 而禍不單行的就是 李浩哲被鎖定為嫌疑人的內部消息 又被無良的記者曝光 這個大大增加了李浩哲找兇手的難度 那到底佩泰震和Rich Girl殺人事件的兇手有什麼關係? 他為什麼要這麼執著找出他? 而畫畫老師權氏語又跟警方說了什麼 令警方懷疑他? 而李浩哲在種種條件都對自己不理的情況之下 他怎麼走出死局,救出自己的女獸雅呢? 想知道這一切,就快去黃廟看這部劇吧